金牌尖角要想做到 面皮软化又劲道 炫耐爆发汤汁不油腻 形成的冰花 颜色精华口感酥脆 干货全拉筹 开店就赚钱 大家好 我是评论王老师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做这个金牌尖角 后面一斤面粉加入5克盐 搅拌平庸 然后风丝加入40度左右的温水230克 边加边搅拌 和这个面为什么要用40度左右的水呢 主要是为做出来的颠角 即使放凉后吃着皮也不腻 睡觉晚搅到盆底没有干面粉丝 然后挤压成团 挤压成团后做到盆光 水光 然后把面揉光 我们要做到节约粮食 揉过了面揉成团 然后封闭醒面30分钟 醒面的同时我们准备条旋 接下来要用到一个葱姜花椒水 一个香料油 我们先从葱姜花椒水做起 首先把葱姜花椒倒入清水中 用手抓一抓 让它出味 用这个葱姜花椒水 敲着牛肉炫可以达到 去腥降山的作用 抓住这种状态 然后再浸泡15分钟 接下来我们制作虾料油 凉油下 气象油水泡湿的 八角桂皮香叶 以及小茴香和炒果 炒果机制一定要炸开 然后开中小火慢慢炸 炸的过程中 要用勺子 搅一搅 让香味充分地净土到油里去 炸的香料香味 浓于死 离火出锅 炸碗中 加盖蒙凉四氧 这样效果更好 香料油的聚集比例 我已经放在屏幕上了 接下来我们调馅 半斤牛肉沫 加入5克盐 2克胡椒粉 抓板均勻 再加入我们泡好的葱姜花椒水 顺着一个方向搅动 搅到葱姜花椒水 充分吃进肉里后 加入我们放凉的添加油 继续 顺着那个方向搅拌 拌好的牛肉扇 你看水晶晶 油浓浓的 开始鲜弩软滑 再加入我们提前整洗干净 切好的酒黄 然后翻拌均勻 记着这个酒黄整洗干净后 一定要控干水再使用 这样我们牛肉酒黄炫 调至完成 炫调好了 面洗到时间了 接下来我们开始包制 金牌夹脚 新刀世界的面 压一压压开 刷刀切成条 搓一搓 就剂子 剂子压扁上杆杖 杆皮 干好的皮你看 圆圆的薄薄的 干好的皮上上 相对折 然后一折一折的捏过去 记着一定要帮粘食 这样我们一个煎脚 就包制完成 漂漂亮亮的 尽快水煎脚 包制完成 准备上锅 锅底先淋入少许油 涂抹净油后 整齐的发入煎脚 上锅后 首先煎至30秒 煎到挤黄后 撒入面浆水 拉下烧盖 煎饼撑的温度 我们设定在200度左右 刚才用到的面浆水的比例为 面粉一 水吧 6分钟左右后 打开锅盖 起锅 这样我们的金牌煎脚 制作完成 你看冰花 特别酥脆 煎好的饺子 你看皮软软的 口口弹 有嚼劲 打开后 你看 汤汁丰富 老规矩 回顾总结一下 做好金牌煎脚的几个要点 一 和面丝 一定要用40度左右的温水去和面 这样煎出来的金牌煎脚 比软黄有嚼劲 二 炸这个香料油死 一定要把香料泡湿之后再下锅 这样香料才能充分的出味 而且还能避免炸红 三 加这个面浆水汁 一定要没过煎脚的二分之一 不然做出来的金牌煎脚容易加深 好吃 好看 又营养的金牌煎脚 跟着我动起手来 做一做 小熟生活 小熟美食 今天的教学就到这里 如果您想了解学习 更多餐饮开店方面的技术 请持续关注我们